音符 還有我們宋紀妍 余芬 以及宋米奇 還有郭雪芙 一同的來到現場 我們請請請再往右邊站一點好了 我們靠中間一點 在這裡呢 當然我也要幫各位問一下 首先問一下我們的泡芙老師 泡芙老師在影片當中 到了我們的偏遠山區去當老師了 那這裡面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動 要跟現場的好朋友分享囉 其實很開心可以跟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們 一起拍這部偽電影 那其實在當下其實是很歡樂的氣氛 因為小朋友都很可愛 然後又很活潑 那其實經過這次拍偽電影就會知道說 其實公益彩券幫助我們真的很多 然後也可以帶給他們更好的教育跟生活 那也希望透過這次的偽電影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公益彩券可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讓大家一起分享愛 讓愛生生不息 其實很高興可以拍這部偽電影 然後其實我也是因為從這部偽電影之中 才知道原來公益彩券有幫助我們這些單親媽媽們 所以其實在拍的時候還滿感動的 然後又剛好看到那個媽媽帶兩個小孩在演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內心真的受到感動對不對 然後當然那個媽媽也演得很好 所以其實我們在場的人都還滿感動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靠我們這支偽電影可以宣傳出去 讓大家都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公益的行列 哇 而且我們在另外一段影片當中 玉芳還有敏晴兩位就要告訴大家 在我們這一張紙裡面 縱使你不一定會得獎 但是也可以把夢想還有幸福跟大家分享喔 對 Sorry 就是其實這次就是因為參與了這個公益彩券的微定 然後也讓我發現更了解就是公益彩券的經銷商 他們的生活 那也透過公益彩券他們有了跟我們一般人一樣的工作 所以可以去改善他們的生活 對 然後就是更了解到其實因為可能之前就是 就是隨便買一買然後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這次就是發現其實買財券是不只是自己開心 就是自己有就是針對夢想的部分 還可以幫助別人 然後就是也可以幫助這麼多的不同的人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有這次有參與到 而且就是這次拍的時候 我的話前一天就是有拍我們自己Dreamgirls的微電影跟MV 所以就是睡覺30分鐘然後隔天就去拍這部微電影 所以有點頭是轟轟的 可是就是很享受那個整個環節 就是整個氣氛 然後就是大家都很善良 就是很開心的氣氛拍微電影 所以很開心這次有參與到這樣的很愛心的活動 哇可以在這非常愛心的活動裡面一起做工 那最後呢我們也要邀請到小護士音符 跟各位分享一下你的感動喔 我在這部微電影裡面就是飾演音符小護士 然後也因為拍攝這部微電影 然後讓我更加了解到公益彩券對於弱勢族群 他們的醫療照顧幫助真的是非常的大 然後也因為這樣然後我拍這部微電影就看到 其實真的有很多社會上非常多的人 需要大家的關心和照顧 所以在這邊當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同享應 然後一同參與我們的公益彩券 然後分享讓愛永續傳 謝謝 謝謝幾位